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尔杰洛佩兹 2加1 贝坦斯连中3分 棋才打出一波 15-4 反超了8分 此后比尔和巴村磊又有得分 拉文也是连续得分 但半场棋才扭转局势 以58-48领先 一边在战后内拖连续上篮 不过公牛连中3分 比尔3分也进后 瓦伦厅两季3分 将分差缩小到1分 比尔造成恶意犯规 棋才一个回合 得到6分 拉开分差 拉文和萨托兰斯基回以3分 三节过后棋才 83-78领先 第四节阿夫迪亚 史密斯和比尔各有得分 加福德 拉文 瓦伦厅也回应得分 但比尔和莱恩各有上篮 最后4分钟奇才 领先8分 拉文连得4分 带队缩小分差到2分 比尔罚球稳住局势 最后1分钟奇才 领先3分 比尔遭抢断 怀特上篮得分 最后29秒 分差只剩1分 比尔关键 罚球2中1 最后10秒攻牛 只落后2分 拉文上篮绝杀不中 比赛随即结束 全场比赛 比尔35分 五篮板7主攻 莱恩13分 七篮板2盖茂 巴吞磊 19分10篮板 贝坦斯12分 公牛这边拉文 35分6主攻 瓦伦厅11分 加福德10分 帕特里克 威廉姆斯10分 塞迪斯扬14分 五篮板6主攻3抢断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